不知道該怎麼 你那個上面沒有試試 我沒有練過 各位大家好 今天排的這個短講 理由是因為 各位在幾個月以內的 數次GNV聚會 你們應該都聽過說 跟福茂有一些相關的 做一些相關的專案 以及跟反福茂陣營的一些合作 那可是各位可能 比較不了解說為什麼我們要對 這個特定的 政策表示我們的 立場那所以說 今天我想說藉由 今天這個機會呢跟各位 解釋一下說我們這邊的 那個看法 好所以我今天題目已經有 把它修正成福茂與GNV 好那首先來講呢就是說 關於福茂呢 GNV可不可以有立場 因為這個東西我個人是 認為說我們是一個 主張資料開放 特別是政府資料開放的一個社群 那我們其實應該是比較 需要公正客觀的去看待 每一個議題跟政策 不應該對特定的政策 去表達我們的立場 那可是呢 我們還是參與了福茂的活動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就像啊 反核式跟反核 不能畫上等號一樣 反黑香跟反福茂 也不應該畫上等號 那所以我簡單講一下 福茂是什麼呢 我現在沒有要解釋喔 各位知道嗎 其實如果各位不懂的話 沒有關係 因為現在呢 連很多真正去簽福茂的人 他們可能也不見得是很懂 更何況在媒體 在這個簽署之前呢 沒有報導的情況底下 簽署之前喔 幾乎是沒有人 就是在今年的6月21號 簽署之前 幾乎是沒有人知道 什麼東西是福茂 為什麼已經簽了 那我們大多數人 如果有關注到這個議題 都是來自於好民意的幾封公開信喔 那麼在事前呢 政府說保密 六十幾次會的會議紀錄 都不能夠公開 理由是因為 這是依照國際慣例 那如果你撰文批評的話呢 舊人喔 會跑出來講說 你是在造謠 那你是錯誤的言論 那如果你上街抗議的話呢 舊主郵媒體喔 會跳出來講說 你是濫用公民活動 那這個 其實這個是在上週的這個 中國時報的官方立場的社論 它不是別人投書的 是中國時報自己官方的一個社論 在講說 其實這個就是民進黨在背後操縱 這個反黑箱服貌的運動 就是民進黨的逢中必反 OK 那如果這不是黑箱 各位應該可以接下一句了吧 好 那黑箱 就是等於資料不公開 也就是說呢 G0V可以對服貌沒有立場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反黑箱 所以呢 我們其實有一些成員 就是 特別是文化部的成員呢 就陸續的參加了這個 跟反服貌陣營的配合 出了一些文宣的活動 比如說這就是ETBLUE 一開始首先的那個大作 也引用在我們非常多的G0V的 那個講座的活動裡面 那各位請注意喔 這個是G0V第一個 我們的作品 在左下角那邊是那個 Do What The Fuck You Want Public License OK 然後陸續的 我們有文化部的很多夥伴 都開始支援反服貌陣營這邊 反黑箱的一個活動 那我個人因為跟好民意 有一點淵源的關係喔 那我是被賦予一個任務去出席公聽會 那出席公聽會的時候呢 主要是在談電腦及其相關服務業 這個裡面包含了資訊業 也包含了可能最多現場的朋友們 在服務的網路業 那這個部分呢 各位可以猜一下喔 出席的立法委員是不是很踴躍呢 真的喔 要不要猜一下 有沒有要猜一下 OK 看一下名單 喔 非常的踴躍 這個是在公聽會報告裡面的名單喔 可是問題是 我在現場待到下午的時候 全場的那個 就是專家學者幾乎講完 就已經走光的情況底下 我可以非常清楚的目測出來 現場的立委 包括所謂的主席 加上立委的助理喔 目測不超過五位 事實上 真的不知道這個名單是怎樣 是說 只要有一個簽到表 簽到在那邊呢 還是只要去拿這個報告書 之後拿這個報告書 就算是他已經出席了 那另外我們又發現了一件事情喔 各位猜一下 公聽會有沒有公開報告 有喔 有人說有嘛 答案事實上是有的 可是這個公聽會報告呢 居然是影像 那 喔 不好意思喔 我是不是又挖了一個坑 喔 沒有 這個坑我們是原本就在討論的 有 有文 對話的部分有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其實在討論說 這樣子的一個公聽會的報告 到底對於民眾或是政府決策有沒有進一步的注意 那如果說它都只是像是官樣的一個作業 做出來的時候就放在那邊也沒有人看 也沒有人去檢討裡面的意見的時候 那事實上是沒有用的 所以可能我們會想說要把它整合到一些GNV的專案裡面 比如說至少我們把正反方的意見 就是特別特定的行業正反方的意見做一些整理 那總之現在的話 很多GNV的專案 事實上其實可以考慮來看一下說這個 符貌這個影響 這將在幾年之內 影響整個全台灣的一個 這個協議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講了那麼多 其實各位還是不了解什麼叫做符貌 所以說呢 帶各位用 教給各位兩個步驟來了解現在的處境 就是先查行業對照 再看特定承諾 這應該是最符合各位自身利益的做法 可是呢 行業對照表還沒做出來 請耐心等待 我們今天已經在那個加緊進行中 那另外的部分呢 就是看懂特定承諾 其實是有訣竅的 那接下來就會用四張圖呢 用看圖說故事 帶口訣的方式 帶各位來認識喔 那符貌協議到底主要的元素是什麼 第一項就是所謂的跨境提供服務 這名詞很陌生沒有關係 你只要記得說 只有服務移動到對岸 這個叫做跨境提供服務 比如說什麼呢 它這個是有先天限制的喔 不是什麼服務都可以喔 像按摩服務就沒有辦法跨境提供喔 那跨境提供的 比如說像是網際網路的服務 不過這個地方呢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說 跨境服務呢 是單向的 因為對岸並沒有承認 我們的網際網路服務呢 能夠跨境服務到中國大陸 所以呢 這張圖的正確表示法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是所謂的境外消費喔 境外消費比較沒有爭議喔 就是所謂消費者移動到對岸 那這個部分的話 大多數的開放項目 不管是我方或是中方呢 都是比較沒有限制的 那接下來第三個是 所謂的商業據點呈現 那各位只要記得口訣就好 就是只有公司航號移動到對岸 可是呢 中國大陸的企業移動到台灣來呢 幾乎它是不管是獨資合資 然後幾乎都是任何形式都 然後持股無上限 所以呢 這個地方的差距會變成這個樣子 最多最多 它可以全部來台灣 在台灣各地開設公司航號 掌握最多的股權 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狀況 但是呢 對於台灣的企業要到大陸那邊去設立的話呢 絕大部分的這個開放項目呢 只限制設點在福建 或甚至是在少數的城市 那在福建的部分 其實是配合中國大陸他們這個 十二年的這個 海溪區的計畫 那最後一點 所謂的自然人呈現 就是只有從業者移動到對岸 不過這個地方呢 還是有個差距 因為我方提供了 中國來台灣的從業者呢 抄國民待遇的健保 也就是說它不需要像一般的 六個月的期限 它直接就可以獲得一個健保的身份 那最後的話 如果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我想 帶各位看一下說 為什麼今天我會從這個一屆良民 然後變成政府口中的這個雕名 就是因為這個人 那我就請這個人出來說幾句話 那剛才測試的結果是這邊的聲音播放 這實在是沒有我們 直接在這邊聽電腦比較好 不過各位聽不到電腦的聲音 那還好 還有一點字幕 那就麻煩各位忍耐一下 我幫他唸好了 我想企業經營要設定一個方向去挑戰 國家更是 正因為環境惡劣 所以政府接受人民的託付 更要冷靜前瞻充滿勇氣的開創新局 而不是沒有方向沒有策略 只想貪小便宜 走一些看起來容易 事實上充滿陷阱 十分危險的路子 我從來都不反對和中國大陸來往跟合作 但是絕不能接受 像我們政府現在這個樣子 一心求助於中國大陸 來刺激自己救不起來的經濟 不惜引兵入關 毫不顧慮我們國家社會的安全 給台灣本土許多產業 帶來毀滅性的衝擊 我們是一個民主社會 可是我們的政府怎麼會黑商作業 簽下一個充滿各種不對等條件的服貿協議呢 怎麼從來都不面對人民的疑慮 坦承的檢討這個協議 到底有什麼危險 為什麼他們要堅決主張 這個協議任何條文都不能修改 過去這幾年 這個政府的所作所為 早已經證明了他們的無能和短視 他們以平凡的道歉了事 其實也根本不知道 道歉的真正意思是什麼 他們不知道要把台灣帶到什麼地方 卻又一再跟我們保證 洋入苦口沒有問題 我們能任憑這些人來毀滅台灣嗎 當然不能 我們要清楚的告訴他們 台灣再辛苦有自己的路可走 你們啊 你們這些無能的政客 別想撲弄我們 別想出賣我們 我們一定要打破他們的妄想 我們已經走了這麼長的路 會成功的 大家加油 謝謝各位 謝謝